在老師部落格上呢 這邊有一個文章 就是AE比較常用的這個快速鍵 那你往下走 除了我們之前有介紹過的五大動畫要素以外 其實呢 這裡還有這個U跟UU 這兩個很重要 因為這種東西通常都是在各位 像進行到今天這種階段的時候 你才會需要用到 因為你的圖層是不是越來越多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如果說你要看到下面的內容 我要看到這關鍵格 可是我要打開這麼多一個 我的時間軸就必須要放大很大 那如果你空間不夠 你要看上面又不方便看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按這個 你點到這個圖層或多個圖層 按下鍵盤上的U 你就會發現 他只把什麼 有關鍵影格的屬性列出來 有沒有 所以呢 這個是我們這個快速鍵U 顯示 隱藏你的圖層裡面有設定關鍵格的屬性 那相對的 UU呢 UU是這樣子 你點到他一樣 你點到他一樣 這個時候 你有改過這個圖層的屬性的通通會會列出來 除了做動畫以外 也許你的大小或者是你的透明度 你可能有改變過的那些屬性就會列出來 這樣的話呢 可以比較方便你 幫你做圖層 開縮合的那個瘦身 才不會說一次顯示那麼多 你要對齊不好對齊 這樣有了解了吧 這兩個快速鍵 你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其實 如果第一節會跟你講這個 你大概沒什麼感覺 現在來講你比較有體驗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